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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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不是说了吗 只要我买的汽车 你就买飞机 他说没说 这样说完 我听着了 天空灵律 他说没说 买吧 我已经听不听 你真中了20万啊 我中了 哎呦 他姐夫 你有20万 你会夸吗 哎 他要拿出 我这1万块钱的 当中的一些钱 我给他 我补贴他 这心情不就平衡了吗 哎呀 对不对 哎呦 小姨夫 你要是这个境界的话 那还一个事 我告诉你吧 什么事 你们单位 新调来一个经理 对呀 跟你同名同姓 是的 我知道 三天前调来的 我还没见面呢 他还是没明白 也就是说 我看到的那个奖金表 第一个名 跟你同名同姓 哎 哎 哎 妈 爸 都别管他 这种事让他自己行 哎 不是 受不了了 打电话 打什么电话 别打电话 打什么电话呀 哎呀 你别打电话 老姨夫 刚才你这出 我就应该给你录下来 让你看看你什么样 我实话告诉你吧 刚才这一系列的事 都是我编的故事 我这么做 主要是想让你知道 什么叫舍得 什么叫舍 什么叫得 你就舍得我 上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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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我跟他谈 对对对 你快坐 你上一边 那个咱俩聊聊 我也采访采访你 好不好 我问问你 你幸福吗 怎么玩 你幸福吗 那这儿不过去了吗 我才你这儿没过去 你就告诉我 你生活得幸不幸福 幸福啊 我每天忙忙碌碌 上下班 挺充实 挺幸福啊 家里呢 谁家 你家呗 谁家呀 家里挺好啊 你是挺好 你考没考虑过 你家里 另一半的感受 人家 嫁给你 那就是打算 风雨同舟 跟你相依相伴 一辈子的 跟你挣钱多 钱少 没有关系 家不是旅馆 男人 在外边 乘风破浪 你得不时地 回到家 这个港湾 去休养生息 加油补给 听明白了吗 今天就是你该加油补给的日子了 说啥我一句没听懂 你呀 什么玩意怎么了 我爸的意思说你该加油了 我车上还有两个呢 哎呀没说你的车 是说你这艘破船 哎呀行了 妹夫 我就实话实说吧 今天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对 我妹子 你媳妇 过生日 忘了吗 啊 今天挺好 你开门 哎呀 今天是她的生日 对 坏了坏了坏了 我把二月当三十一天过 你不用看我 我在咱家 那是实质不沾阳水水 这辈子我都不可能洗衣服 我不看你 你下辈子你都不会干活 不好意思 让你失望了啊 就是我洗的 你看我手都泡白了 惊不惊喜 一例外 不用夸我啊 我会骄傲的 小美丽 啊 你干啥呀 啊 你闲着没事了 你没事你洗什么衣服啊 啊 干什么玩意 那衣服待在脸盆里边 待得挺舒服的 你洗它干什么 人家找你学你呢 你聊着他个啥 你平时你也不干活啊 啊 你从来也没干过活 我跟你说小美丽 你要是懒就一直懒下去 你像你二姐学 对不对 踏踏实实懒一辈子 一直懒到走 哎 我 你说你 你懒了二十多年 你突然不懒呢 你这一下谁受得了 三哥 啊 现在 洗衣服算犯错误啊 洗衣服不犯错误 这是晾衣服的事 以后谁洗衣服也不准晾啊 偷着呀 啥呀 我问你 你们把衣服晾哪儿了 嗯 嗯 什么玩意儿啊 是不是晾到窗户外边 搭了个简易晾一架 啊 谁让你们这么干呢 我不是一再跟你们说吗 咱们小区物业有规定 不能在窗户外边 搭那个晾一架晾东西 万一咔嚓掉下来 把人砸了砸整 大姐们 看好了行不行 咱家这是一楼 一楼 一楼也不行啊 一楼 咋的滑滑草草也不好嘛 再说 二楼要跟一楼学呢 三楼跟二楼学 一直学到十五楼 那多危险呢 还有 这楼建的多漂亮 啊 这往外边搭这个 搭这个 乱七八糟 搭打鱼一看 他以为贴上马赛克了呢 这就说 这个错误挺严重啊 太严重了 我得批评他 不是 你能不能把批评 他俩这活让给我 为啥 他俩刚才训我半天了 你让我报报仇 可以 杨美丽你过来 呀 说你的 没事 你乱晾什么 你说 你洗的衣服 有塌的吗 有 你 站起来 你看着吗 你说那俩眼 你就翻了翻了 你双眼皮啊 还有你 你说就绝个大嘴 你低包天啊 这活挺贵的 说 你们洗那个衣服 还有谁的 你的 爸 归队吧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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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久不久我跟华大哥一定点在这儿等他 净合 哎呀我那妈呀 咱就不是去旅游吗 这不是日本鬼子逃跑 你带这老鞋东西干啥呀 哎呀我那 你看你说的哈 咱们出去好几天呢 不得多带点东西呀 哎孩子们给咱的吃的拿着没 你这不都看见了吗 这是大米粒给咱买的 这是前世风 给咱网购的 哎不对呀 不是说咱去旅游那地方管吃的吗 对呀 那咱带这么多吃的干啥呀 你这不是眼大肚子小吗 你说你这人说的傻话 哎你叫大伙看看你的造型啊 不是 解放邻居们 你看我老公 眼睛大不大 肚子小不小 就你这大肚子偏偏的 不得了吃了 再说了 这些东西不光咱俩 还有一个黄大妹子份的啊 黄大妹子 啊 我怎么她啥也不带 就蹭咱们的呗 不是这黄大妹子 她家儿女双全的经济条件挺好 她也不差钱啊 她怎么这么抠门呢 她不是抠门 这不以前吧 她家条件稍微差点 就养成了一个节省的习惯 她是节了 我啥也没省下呀 哎你们大伙知道那黄大妹子是谁了 那就是老虎的饭量 皮修的消化系统 你个拉倒吧 吃上吃多少啊 再说人家黄大妹子主动承担咱们助许的钱 还助许的钱 她要不承担助许 还用不着拿这么多东西呢 拉倒我告诉你啊 咱们既然出去了 就得好好乐乐呵呵的 你别老敢那整事啊 哎呀我就是这么一说呗 还就那么一说 你这么的这个东西咱合理分配一下啊 合理分配咋分配 这么的吃的我拿 这个你呗 哎呀我说老东西啊 你安个尾巴就是猴啊 太尖了 你过来过来过来 我看你是要搞事情啊 你搞什么事情 你以为我不识数啊 我什么意思啊 这个我拿 这吃的你拿 这吃的大伙知道不 一边走一边吃 越吃越吃 这个大伙我得把它背到目的地 走不好我还得背一回来 我给你当一辈子老伴呢 你不知道我啥人呢 你等那个吃的吃了了 我不就帮你背那大包了吗 啊 是 是 你我的老公呢 我这辈子嫁给你 好好幸福呦 你看我这老伴吧 平时看着虎辈胸腰的 这家一捧我还送包 这小鸟一人呢 你说啥 行你看你挺大伙的 你要吃我一个这点东西 我替你背着 一边哪一边 那我吃你一个 我奴子 海姨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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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en 有一枚